儿童内分泌疾病的话实际上就包括几大类 首先的话呢就是生长激素缺乏症 这个的话就跟癌症有关系 那么还有呢就是甲状腺素疾病 甲状腺疾病的话呢也分为甲抗甲减 这个呢在临床上也比较多 特别是甲减 还有呢就是尿崩症 就是说多饮多尿 这些孩子的话呢在临床上也能见到 还有性早熟也是比较多见的 还有呢就是身上腺皮脂激素功能低下 这个呢也分一个先天性的 比如说有一个基因的问题 就是导致先天性皮脂功能减退症 那么这个病呢在临床上也是能见到 还有的话呢就是糖尿病 特别是医型糖尿病 在临床上也是能见到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